那第一个报告人的话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周健教授 他的报告是引力波与机器学习 让我们欢迎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我们从极小到极大量子物理的这么一个论坛 给大家交流和一起学习一下 关于引力波和量子物理 引力物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题目是引力波与机器学习 或者说和现在大家了解的更多的事情 叫做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大概跟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这个 这件事情结合起来给大家做一个银子来说的话 以一个半开玩笑的一个事情给大家做一个引入 现在就是AI的GPT的就是这么一个AI的一个技术呢 就是在近一两个月的它的一个表现的性能的话 就引起了我们就是人们的极大的一个兴趣 对呀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我们放开玩笑的说 就像我们在网络上所说的 这个本来我们想的是这个AI 帮我们就是做点实事对吧 做换洗衣也好对吧 总是做实事 但没想到现在AI给我们做的事情呢 只是帮我们这个聊聊天 弹弹琴对吧 然后今天呢 那我就想说呢 哎真不是 对至少呢 它可以在我们做引力波研究当中呢 给我们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帮助 甚至有可能就是在一些很关键的科学问题上的话 就是起到一些这个实质的一个作用 好那我接下来还就是拉回这个引力波的这么一个topic 到目前就是引力波的一个探测呢 当我们最出名的是就是 是这个地面探测器美国的两个LIGO 这个所谓的大科学科学装置了 让我们知道2015年它第一次 就是人类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的 这么一个基达6150914的这个信号 然后经过了半年多的一个数据处理 这样就是我们呢 开始是在想说这个LIGO 是不是也压了这个大信用不发 但其实呢不完全是 其实是LIGO的整个这个数据分析团队的话 就是非常仔细的做这个数据分析 而这个数据分析其实是就是非常耗时的 那的的确确就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结果 这个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才确认 所以到2016年我们中国春节的时候呢 这个结果才发布 然后很快呢就是到2017年 就是它被授予这个诺别物理学奖 但这里就是所谓的很快 大家也许会问说这个116 不是为什么不是16而是到17的话 但在背后的故事的话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巴尔巴尔西和这个 德瑞尤尔他们这之间的这个问题 这里就不去讲这样一个故事了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 整个这个引力波的一个探测呢 实际上就是地面引力波探测的这个仪器的话 包括美国的两个LIGO 以及欧洲的Virgo这个探测器 就是他们一起就是经过了 就是所谓的三轮科学运行 然后在第三轮科学运行的末尾呢 那就是日本的这个Cagula探测器也一起加入进去 所以现在地面引力波探测 形成一个网络的话 会是称之为LIGO、Virgo、Cagula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团队 然后到目前的话 就是所谓的LVK 就是这么一个联合的一个团队官方公路的引力波的这个事件数呢 有90多例 然后另外呢 实际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官方 也就是说在这个LVK的合作组织之外的 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呢 就是在这个公开的数据里头呢 再找到了其他的这个引力波的一个事例 然后加到一起呢 一共有就是实际上有100多例 但这里就是大家也许就是会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说 你的这个LIGO的数据这就是哪则呢 对吧 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引力波的事例上被看到 对吧 这也是引力波数据分析它的一个问题的所在 后面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提到 这个是引力波的它的观测的一个就是频谱 刚才就是吴尔斯呢 就已经也提到了 那这个地方首先我要给大家强定 就稍微的强调一下的话 就这样一个就是频谱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电池波段呢 其实见得非常常见的 我们会说呢 我们从这个低频的就是射电红外 然后光学到高频的就是X色线 伽玛色线等等 对吧 但这些呢 是完全是电池的一个观测手段 自从这个引力波被发现了之后呢 我们会称之为说呢 就是引力波呢 给来我们一个全新的 全新什么意思呢 就是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这个电池手段的 就是这么一个观测 然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 所谓观测宇宙的一个新的一个窗口 那这里的这么一个谱呢 实际上也是follow着 就是电池它的一个对应的东西 但这个是针对引力波的 那针对引力波呢 我们就会看得到呢 就是在就是这个地方 就所谓的几百赫兹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之前的所谓的就是LIGO 就是这个地面引力波探测器 所探测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现在所有的这个观引力波探测的结果呢 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比较低频的这个地方来说起的话呢 就是它呢可以对应就是所谓的在宇宙这么大尺度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引力波的一个就是探测 然后它对应这个探测仪器呢 是对应就是通过对CNB的计划的一个观测 然后典型的呢 就是我们有我们中国的这个阿里计划 正在实施和开展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当中间有一个故事的话 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曾经的这个BICEP2 它的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喜好 曾经引起轰动对吧 当然后来发现呢 实际上是在数据处理的时候 处理的问题对吧 所谓的这个就是前景的这个噪声 扣出有一些问题 对啊 但是就是它的这个刻意义也非常的大 然后目前的话 当然它还没有一个positive的引力波探测的一个结果 然后再高频一点的一个频段呢 到这个纳赫兹的这个频段 然后它的一个探测手段呢 是通过就是通过对这个脉冲心的一个观测 然后通过这个脉冲心计时阵律的这个办法呢 来进行一个观测 然后就是实际上它用的一个观测的仪器呢 就是射电的望远镜 然后在我们中国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的fast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了 然后就是现在的这个在这个频段呢 就是首先就是决论来说呢 目前呢还没有一个肯定的就是引力波探测的一个结果 目前呢就是我们预期呢 应该也是在将要探测到引力波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在最近的一两年的话 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争论 就是说在已有的这样一些这个 就是脉冲心计时的数据当中呢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引力波的一个信号了 这个呢其实目前还在就是激烈的讨论当中 然后下一个频段呢 就是我们这里非常关心的 就是所谓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器 它所在的一个频段 当然是在豪赫兹的就是这么一个频段 那它探测一个就是手段呢 就是要在太空当中去放这个航天器 你航天器然后建立激光的一个干涉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来进行一个就是引力波的一个探测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呢 它的一个探测的一个手段呢 跟地面很像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人类对它呢 进行一个就是非常精确的一个控制 所以呢就是说 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大尺度的 然后同时又是我们人类可以非常就是精细去控制的 就是这么一个实验 它跟这两个的话就不太一样 这两个呢几乎用的都是就是这个 在宇宙空间当中天然的 就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就是由于它的一个特点呢 实际上我们会说呢 在这样一个频段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会预期说 它对就是基础物理的一个研究呢 将是就是说 在不管是精度还是尺度上面 都会推到一个就是就是 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去 但正是由于这么一个就是空间引力探测的一个重要性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几十年来的话 就全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呃呃就是在竞争的一个制高点了 对啊然后刚才前面就是呃文老师呢也提到了在欧美他们良和的话 他们有NISA计划对吧 我们中国呢有这个太极和天津计划对吧 然后这就是三个计划呢实际上就是在目前的话 是以竞争合作的一个态势呢就是往前在推进 然后就是试验新呢这三个计划呢都换了这个试验新 对啊然后就是天津和太极来看呢就是我们太极的这个计划呢 就是呃在这个时间上还有这个进度上呢都就是稍微超前一些 然后我们再说的更广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呃 日本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也非常的干重 所以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就是第三个的就是这么一个计划 所以现在在整个这个就是引力波探测的这个就是呃 community或者整个这个就是在文献里面你会看得到呢 就是说就是这四个呢是关于空间引力波探测的话讨论的比较多的 就是就是也是也是进行的就是比比较紧张的 就是那么也是四个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 那么接下来看就是这个引力波啊刚才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说哎他是可可能在这个就是呃那么极端的一个尺度 对吧然后为我们就是去探测这个宇宙 探测这个这个就是自然界的一个奥秘 那么举几个例子一个让我们以这个基础物理学怎么来看 就引力波你会发现他就怎么跟这个基础物理学去发生一个联系呢 实际上在这里就是我是找了一个就是呃 也许不是那么有代表性但是但是就是呃呃是可以管中汇报 可见一般的就是这么一本书吧 就是他所列出来的基础物理学的五大的问题 那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五大问题呢 你会发现呢毫无例外的这样都跟引力呢就是 就是发生着关系都都跟这个就是引力或者说跟管相论论 就是有关系 那从理论上来说呢实际上就是前面就是吴老师呢 已经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相论论和这个量子论呢 他存存在的一个logo的这个theory存在这个就是自身的一个矛盾 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早点点先关注在这个管相论论这边呢 实际上管相论论自身呢 他也有就是从理论上预示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黑洞起点这件事情呢就已经暗示着就是这个管相论论呢 他可能有问题 那我们从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角度上去说呢 就我们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管相论论适应的边界在哪 我们从实验探测的角度就是可不可能来看这个问题 然后从天文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你会发现呢就是天文学的这个若干的这个重大问题啊 他也跟这个尹尼波呢可以发生关系 可以用尹尼波那个办法呢 就是对很多重大的天学问题呢 他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就是那个GW170817这个事件 对吧在天文界就是整个就是火爆了半年多的 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就是他呢可以说在一锤定音式的解决了 就是天文学当中的比如天性性的物理机制啊 对吧这重要的是形成机制啊等等 就是好几个重大的这个天文学问题 对吧然后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天文学重大问题呢 你发现呢实际上也很可能呢 就是我们用尹尼波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对他来就是给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 好了前面呢当然给大家说呢 就是我们怎么用尹尼波来去就是就考察重要的 重大的这个技术物理问题和这个天文学的问题 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当然我们就需要了就是尹尼波的一个数据 对吧那尹尼波数据它是有什么特点呢 它那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是典型的弱信号强照声 对吧那这个描述呢 我想大家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呢因为尹尼波就是弱嘛 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们人类很厉害呀 我们的探测技术很厉害呀对吧 我们不是把这个弱信号拿出来就是了 对不对但不完全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呢 即使我们现在的这个探测的这个灵敏度如此之高 对吧比原子尺度还小还小 对吧就像刚才就是吴老师所提到的 但是我们来看实际的数据的话 比如说这我给了就是两个例子 那你会发现呢就是不管你是从实域还是频率来看 你直接看到的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是造声对吧 以一个例子来说就这个例子 就是你看这个信号和造声它这个什么关系呢 就这里的看起乱七八糟的一个就是一个造声的一个样子 后边画这个黑色的线呢 就是那个官方他所报道的 他所测到的引力波的一个信号 你会发现它是就是完全埋在造声里头 对吧 所以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说 你怎么样把一个完全埋在造声当中的这么个信号 你把它挖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引力波数据处理的 它的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那现在在引力波数据处理当中呢 用的非常标准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匹配滤波的这么一个办法 匹配滤波的一个办法 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原理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呢 把就是硬件所输出的原始的这个数据呢拿过来 然后接下来呢 再考虑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我们从理论上预期引力波的一个信号 这个什么样子 然后就是第三件事情呢 是这个引力波探测器 它的一个造声的灵敏度 然后把这三个结合到一起 用我的语言来说呢 就是说在这个造声功率谱 最权重的这样一个意义底下 把数据和理论的模板 我们进行一个就是卷积了之后 给出一个数 所以你会发现呢 就是说有一个数据 有一个模板 这样卷积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数 对吧 但这一个数 其实在你给定数据的情况底下 你是依赖于你的这个理论的模板 然后接下来你的模板去变化 你这个数就变 对吧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就是描述你模板的参数空间上面的一个函数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样就把引力波的一个数据转换成了 就是模板参数空间上面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行为 然后我们典型的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信号和噪声的一个样子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可以出一个所谓性造笔的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同时呢 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所谓的模板匹配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数据里面所包含的信号的它的波源的信息给繁衍出来 把这个所谓波源的这些参数给繁衍出来 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关键的这几步 好了 然后这样一个匹配掠波呢 你会发现呢 实际上呢 它存在一个就是若干的毛病 虽然说我们现在看起来用的挺好 对吧 它一个毛病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计算消耗非常大 所以我称之为一个巨额的一个计算消耗 这里呢 给大家呢 就是几个定量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以这篇paper里面提到的 我们以某些这个典型的信号为一个例子的话 我们典型的对一个信号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模板的数目 大概到10的12次方 这么一样子 对吧 然后每一个模板进去呢 你这一个一个的算了一个卷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计算量是多的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就刚才我们提到了 GW150914从15年9月探测到 然后到后来宣布中间花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中间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它的耗时非常的厉害 然后同时也由于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人们就在做数据分析的人们 在探测到的数据当中去找信号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没有办法 对就是所有可能的这个参数参数空间去便利 对吧 那没办法做到 那怎么办呢 突然求其次就先从我们从天文的角度上说 来看哪个部分的参数空间是最可能有信号了 对吧 我们先把它找来再说 对吧 然后不同的这个研究团队呢 你会发现呢 就以这个为特点 对吧 发挥自己的一个专长在不同的这个参数空间 这个地方去发力 这是为什么来狗官方他们找到了一些 然后就是在官方以外呢又另外找到了一些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原因 那这里列出来呢就是这是来狗官方说 就是他们的分析的一个结果 然后除了那个官方呢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数据分析团队 一个是在这个就是德国安山研究所在哈拉瓦的那个研究所的有一个团队 他们呢就是也相应的做这个数据分析 然后找到额外的就是尹尼泊事件 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就是哈佛的这个高研院呢 就是他们呢就是也有一个研究团队 就是他们呢也就是独立的找到了新的这个事件 这是前面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就是通过三次科学运行 就是那个官方是宣布九十多国 但是整个呢实际上是一百多个实例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和这个机器学习 或者说跟人工智能去联系了 然后我们来看机器学习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我们会发现机器学习它实际上在数据分析和挖掘和模式识别 就是这么一个领域的话 它表现出一个非凡的一个能力 对吧什么意思呢 就以这个恰的GPT为例 它其实在干一个什么事情呢 它无非是从网络或者其他的这个渠道去找海量的数据 对吧然后进行一个学习 然后进行一个模式匹配呢 就是把就是一个就是这么一大段大段的这个描述东西 把某些部分遮起来了之后 然后让它去学习 学习完了之后 然后就是实现了就是现在它的这个表现的一个模式 然后跟它动应呢 我们会发现的实际上引力波呢 它有特点的话具有海量的数据对吧 同时呢我们从这个就是就是前面的这个匹配滤波模板匹配的这么一个方式去看呢 你发现引力波的模板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海量数据当中所谓的期望的这个模式 对吧 所以呢 你发现呢 从不论上说 我们引力波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话 其实也就是想呢 通过在对这个海量数据的分析呢 去寻找我们期望的这么一个模式 对吧 去寻找这么一个模式 对吧 然后以这种方式呢 当我们就稍微想的crazy一点的话 也就是说呢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可以构造出 用这个就是继续学习这个办法 构造出一个高效的一个办法来代替 就是标准的匹配滤波的技术呢 这样 就是我们就是寻找这么一个思路往前走的 好了 那典型呢 就是说 当然这样一个想法呢 不只是我们有 在整个这个国际上呢 有很多这个团队呢 就是也有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在现在的这个积极学习 在引力波数据处理当中呢 比较就是典型的一个处理办法 他们是怎么做呢 首先呢 是把原始的数据拿过来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他们先做一个操作 先做一个比较精心的一个白化的一个处理 这里的细节我就不去说了 就是做一个就是稍微的这个 让大家有个概念性的一个理解 这里的精心白化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匹配滤波 有一个对应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个处理完了之后的数据呢 它再送到积极学习的模型当中 然后进行一个就是就是信号的一个 就是识别的一个输出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稍微就是想到这个crazy一点 就是我们想什么呢 就是说在实际的这个引力波的一个探测当中 实际上呢就是说就是在你的这个匹配滤波 所假设的这个高湿白照生这个假设底下呢 就是在这么一个底下进行的 对吧 然后这里的这个处理呢 实际上那你也得在这么一个底下就进行 对吧 但是你这么一个底下就进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实际上你对就是有可能就是别的一些特点的一个信号 或者造成一个特点的东西呢 被你这么一个操作呢 这个抹杀掉了 对吧 所以我们是想说呢 我们要放弃这件事情 对吧 我们不做这个 对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就是想到crazy一点 就是想要干什么呢 我们想要去发现这个你领域预期以外的引力波信号 对吧 就是我们前面的匹配滤波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一定是在某个预期的这么一个 就是引力波的一个就是信号的这么一个就有啥 你去做信号搜索的 对吧 但这样的话 那你会带来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 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潜在的问题呢 比如说就像刚才就是王老师跟我们讲到的 就是说 假如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就自然界眼 是由这样的一个统一场路的描述的话 对吧 那么他的引力波信号就有可能跟我们的标准管向不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模板的话 这类信号我们就很可能给丢失掉 你就找不到 对吧 那你不就缺失了就是引力波做一个手段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机会吗 对吧 然后同时呢 当然他还有就是别的一个问题 别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就像刚才就是吴老师有提到的 就是说这样一个超统一场论呢 其实呢 他会存在相应的不同的这个能标啊 不同的这么一个尺度啊 他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我们从理论上来说呢 你会发现他设计的事情是就是不同的理论呢 他可能就是告诉你广相论论失效的能标或者他失效的尺度 他的这个预言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这这样的一个能标和尺度的话 你在不同的这个超旋理论呢 或者是这个Loop的Quantum Gravity 或者是统一场论呢 或者是别的这个引力理论呢 对吧 他可能背后的这个物理图像有相似之处 但是呢 他定量上他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所谓的尺度不一样 然后从观测的这个角度上 我们从微信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有暗能量暗物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又会说呢 就是你从这个牛顿引力到暗物质 然后再到暗能量呢 实际上你是不同尺度转换的时候 它这个表现 对吧 但你会发现就是说 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 我们定性上可以这么去描述 但是我们从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角度上说 这里面最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看到最核心的问题是 这里的典型的尺度是什么 对吧 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尺度 对吧 就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实验去把它给找出来 真找出来 实际上从模型上说 我们会发现一个所谓的新的物理场所 对吧 然后我们再例别来讲 就是管香顿论 他在当年颠覆牛顿的力学的时候 他其实跟这个尺度的这个事的引进 他其实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 他在就是管香顿论 这告诉你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失效 对吧 他告诉你就是 他不是说在某个典型的尺度 或者某个典型的这个能标上 他失效 不是的 他是用那个什么呢 他是构造了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无量钢的一个量 对吧 这个无量钢的量 他自动在某个层次的时候 他自动的就是万有引力失效 然后过渡到就是这个管香顿论 对吧 所以我们会说在管香顿论 他很漂亮 他不引进任何的别的什么参数 这是那种东西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就是我是想刚才讲说呢 就是未来我们这个基础科学的一个发展 或者在所谓的这个自然科学 他的称一个秘密啊 有两个可能 一个那就真的 他有特征性的能标 和特征性的尺度 对吧 如果有 那我们去找到的 那反过来也可能 他其实没有 他其实是某种自洽的理论 就是以他自己这个系统自身的一个特点 在某个情况底下 他自动的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理论底下 就做一个转换 对吧 很像管香顿论的行为 对吧 那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那变成了 那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在引力过的数据处理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算模板 那你可以想象 对吧 说的直白一点 算不起 对吧 所以我们会 就是从不论上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 寻求这样的一个数据处理的办法 但是这么一个数据处理的办法 那你会碰到就是第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什么问题 你会发现 你在你的这么一个原始的数据当中 你的信号和噪声 差那么多 它的这个信号是完全埋在噪声底下的 对吧 典型的 我们用一个就是 就是数来刻画的话 就是这个信号比噪声几乎是小了一到两个量起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你积极学习再强大 那你会想象 你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给它这么多的数据 那你会发现 它感受的全是噪声 它像是感都感受不到 它学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碰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 把这个匹配绿波的一个想法们借过来 然后在就是深度学习当中呢 我们加入了一个匹配绿波的感知层的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在这么一个想法的底下呢 就是我们就是成功实现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不要精细的这个白话操作 直接原始数据输入 然后来做那个继续学习 然后我们发现了效果还不错 至少我们的一个测试的话 对这个就是地面引力探测的O1O2 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就是把就是 NIGO公布的所有的引力探测事件呢 我们就是很好的找到 对啊 然后同时还很有趣的是呢 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个 还有是就是其他非 就是所谓的非NIGO官方报道的 就是额外的引力探测事件呢 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识别 然后再之外呢 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们开始很兴奋 我们找到说 别的人都没看到那个信号 被我们看到了 我们当时很兴奋 但后来我们发现了 我们白高兴了一场 我们仔细去找说 发现了其实是NIGO 就是它做硬件测试 就是注入了一个虚假信号 然后发现其实是这么一样子 也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把就是 第一次和第二次观测运行的 这样一些数据呢 就是里面的所有的信号 我们一个部落的都找到 然后同时把这个虚假信号呢 我们也找到 然后它的处理的这个效率呢 你会发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整个就是OE的这个数据呢 它整个时间长度差不多是50天 就是时刻不断的 50天的连绵不断的这么一个数据这么一样 然后我们的整个处理时间呢 大概是5天 比起这个就是体骗力包典型的GW150914的 它的这个信号数据长度多少呢 0.5秒 它的数据处理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几个月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是处理的它这个性能那个问题 这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优势的地方 但目前呢 我们还存在很大的一个缺陷呢 就是说这样这样一个办法呢 它这个误帮率还比较大 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误帮率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当我们前面呢 是针对这个地面引力波的这个探测的一个数据 进行这个工作 然后后来就是中宽老师呢 就是带着他的这个团队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办法呢 就是用到了这个LISA的这个Mock Data里头 然后就是发现这个效果呢 也是很好的 那这里我就不去多说了 那回到物包率的这个问题上面来 那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办法 就是真的能够实用 那我们就一定要把物包率降下去 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用的 那真的这么一个就是降低物包率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又从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这边呢 去就是寻求这个经验 我们呢把这个就是极其学习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呢引进来 它是一个什么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我可以做若干不同的 就前面那种类似的这个极其学习的一个办法让它去找信号 对吧 然后做若干个把若干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的一个结果呢把它统一起来 对吧 然后这样就变成了有一大堆系统 好像一个系统组成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 对吧 做成一个集成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办法呢 的确呢 就是说可以这个就是压低这个物暴力 对前面这个物暴力 我们就一个小时一个呢 就能压低到就是11天一个 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最近就是这个LIGO 他们内部的这个数据处理啊 就是最近在这个就是美国APS meeting上面 他们有一个报告 就是在说一个什么事呢 他们在说呢 就是说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就是集成学习的一个想法 又引回到这个匹配滤波的一个办法上面去 对吧 它这个什么什么一个做法呢 就是在匹配滤波的话 实际上不同的匹配滤波 它的这个噪声数据处理的时候 稍微还可以有些不同 对吧 所以会形成不同的PIPLAN 现在LIGO的话典型的有五个PIPLAN 就是在运行 然后他们用那个办法 我把这五个PIPLAN的数据处理 这结果做一个综合 然后呢 他们发现了就也可以压低物暴力 对吧 我理解的话 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集成学习的这个想法呢 是非常像的 好 再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再去考虑这个空间引力波探测 那空间引力波探测和这个地面引力波探测呢 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地面引力波探测呢 你会发现你会为你的引力波的信号发愁 什么意思呢 你就担心信号太少啊 对吧 很长很长的数据可能只有一小点数据包含了信号 信号很少 但是对于空间引力波探测呢 你会发现呢 你会为另外一件事情去发愁 哪件事情呢 信号太多 对吧 就在空间引力波探测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引力波信号 它是重变到一起的 对呀 那你怎么样去区分这些信号 对呀 那我们呢 就构造了一个就是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呢 我们实现了用单一的这么一个模型呢 可以对不同的这种类别的信号来我们都做一个简出 对吧 这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在那个模型呢 因为之前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在机器学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针对的都是我一类信号一个机器学习模型 一类信号一个机器学习模型 对吧 不同的模型来做 我们呢 也是实现了这么一个事 前面呢 实际上讲到的呢 都是所谓的在这个数据 或者在那么强造声的背影上去找信号了 这么一个问题 对吧 但我们前面其实在引力波数据处理的话 我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还需要 你做引力波天文学的话 你还需要对引力波的波源 你进行一个参数的繁衍了 对吧 你需要对它那个波源的性质 应该要做到一个就真正的所谓的可测 对吧 那这就变成了就是我们用这个 就是我们引力波数据处理的一个 就是托米诺里来说 我们叫做参数估计 其实它指的就是说引力波波波源的 它的一个参数估计 那参数估计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给就是给出来这个波源 它的参数就最可能是什么 给出来呢 就是所谓的最可能的一个就是参数 然后再一个呢 是它的一个就是概率分布 对吧 就不光是你要给出一个有信号的事 你还得就是给出这么件事情 然后呢 实际上这个机器学习呢 你会发现呢 就是也能去做这个事 对吧 然后它采取了一个失误呢 是我把它称之为一个 它是一个统计机器学习的一个办法 对吧 它的一个办法呢 是它通过分析这个数据的一个特征 然后对这个特征呢 进行一个数据的输出 然后但是呢 它会输出一大堆样本来 然后这样对样本来进行一个就是统计 然后得到相应的这么一个分布 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机器学习的模型当中呢 很典型的叫做这个就是统计人形flow 就是这么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 然后它大致工作的一个流程呢 是这么一个样子 它的在学习的阶段呢 就是它带着这么一个特点 一个呢是就是我们关心的这个数据 对吧 它包含这个噪声也包含信号 对吧 它作为就是一个随机变点的一个样子 输入 然后另外一个输入呢 是就是就是标志着就是一个随机变量的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变量 我们给另一个就是另一个分布 然后往它进行一个输入 然后这样一个输入呢 它会得到另外一个随机变量 进行一个输出 对吧 这个随机变量从形式上来说呢 它是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训练了一个目标呢 我们就想要这个输出的这样一个变量呢 它要满足一个目标的一个分布 对吧 典型的就是说 就是一般说呢 我们操作的时候 把这个目标分布呢 变成一个就是标准正态分布 对吧 这是就是为什么把它叫做 弄弄来人性flow的这么一个原因 然后这样学习完了之后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数据的流呢 把它反过来 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呢 仍然是输入 但是就是另外就是不同的是呢 就是这个不是输入了 是是这个目标分布的 这么一个随机变量去输入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输入的时候呢 我比如说 以刚才所说的这个标准正态分布 那我就用一个标准正态分布的一个随机变量 对吧 我构造一个就是 嗯 assemble 然后这样一堆随机变量呢 我往里输入 然后它输入完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会输出另外一个随机变量 对吧 刚好在这一段的时候 然后这个随机变量呢 就是 就是这是一大堆 然后这个数据也是这样一大堆 然后这一大堆呢 我就可以做一个统计 然后这个统计呢 我们就会输入干率分布 然后这个干率分布呢 对应的就是相应的 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波源的参数 它的这个干率分布 好 以这么一个办法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GW1509一试呢 就是就是这个式例呢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然后这是得到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图 然后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两个结果的一个对比 一个呢 是标准的 就是匹配滤波的一个办法 它所就是算出了一个结果 另外一条线呢 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办法 都说来到 我们会看得到 就是它的这个一致性 就是非常的好 然后同时呢 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就是GW1509一试用标准匹配滤波 去得到这个后样干率分布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它是就是越的量级才能得到这么一个盖率分布 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办法呢 基本上毫秒量级 对吧 这数据一输入 然后那边的盖率分布呢 马上就出来了 好 最后呢 稍微做一点小节 就是现在我们从原理上呢 我们看得到呢 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办法呢 的确呢 在这个引力帮数据处理当中呢 它是就是 是有不错的一个效果的 但是目前的话 就是离这个 就真正的实际使用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吧 那问题就出在这个误报率 这件事情上面 对啊 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做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参数估计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目前做的呢 也不充分 然后同时呢 实际上呢 它还可能呢 就是用来辅助 就是压力这个误报率的这件事情 对吧 就是这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就是一起来考虑 然后再一个 就是第三个 应该是我们最想做 从这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对吧 如何去实现这个模板不依赖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对吧 然后就有点像这个ChattGPT的话 它学的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轰隆隆 对吧 然后它可能就是 输出来的是 一本正经相说报道的那些东西 对吧 这是半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只有做到这一步呢 我们相信呢 就这样我们才能去发现了完全未知的信号 然后去寻找我们量子引力的这些秘密 好 最后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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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